爬了几十座山 这是唯一一座需要打马 才能给大家看得到的山 广东的杨源山 哪里热往哪里走 河北四十多度到石家庄 北京四十多度 我爬长城 现在北方都快开始降温了 我现在到广东三十五度 空气湿度高 巨闷热 我爬这里的杨源山 我真是个人才 这条上山的战道 只能一个人通过 九十度 我有想过九十度很陡 但没想过这么陡 而且还非常窄 开发在悬崖峭壁上的路 我啥都不服 就服修这个战道的 咋修的 好好的爬翻 变成了攀岩 上来啊 像这种这么大的蚂蚁 本地人都会抓回来泡药酒 然后据说是能治那个风湿啊 关节岩啊什么的 本地都卖到一百多一瓶 老贵了 到山顶看到的景色 有点像是在桂林啊 俗话说的好 上山叶 下山南 九十九街 存九十度 冲啊 安全下来啊 这里应该就是整个山 最陡最难爬的地方了 本地人说 广东韶关 比江西老表还能吃辣 我不信 虽然我是广东人 但好歹 我在江西吃辣 受过专业的训练 毕业了的 今天我就来试一下这个南雄鹅王有多辣 看起来很有食欲啊 但是好像不辣啊 感觉没放啥辣椒啊 一点都不辣 虽然老板跟我说 他下了紫田椒 黄辣椒 还有霸王辣椒 但一点都不辣 一点感觉都没有 不开玩笑了 正确引导一下 我已经喝了一大堆奶 我现在是 这里是疼的 他跟我上次在南昌吃的不一样 不上脸 他现在是疼 我整张脸已经辣到面瘫了 我觉得能跟他比的 可能就只有平香的 莲花血压了 不要轻易尝试啊 真的很痛